第二十题 副图为小林笔记本上记载室温时物质酸碱值的位置图 其中甲乙丙丁释出的标示 哪一个标示是合理的 我们晓得在pH当中 pH值越小就会越酸 pH值越大就会越减 所以丁pH等于14的时候说是强酸 这个是错的 这个应该是强减 我们知道位移里面有所谓的胃酸 就是盐酸 它的pH值应该小于7 这里放到8点多 这已经变成碱性了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而我们也知道pH等于7的时候叫中性 这里pH等于6说是中性 这还是错的 那我们只看到浓硫酸是所谓的强酸 是有所谓的强酸 浓硫酸如果非常的浓 pH值就会非常的小 所以甲是合理的 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哪一个标示是合理的 我们答案应该要选的是A甲 那浓硫酸的标示是合理的 我答案应该要选的是A甲